凌晨时分,在南方潮湿的空气中,一列复兴号列车缓缓驶入广州南动车运用所一二级检修库。 这里是中国华南地区最大的动车检修所,专门针对动车组列车进行检查、测试、维修和养护等作业。 广深港高铁福田至香港西九龙段计划于1月15日主顾恢复运营。 在剩下这不到一天的时间里,这里的工作节奏越到深夜越是紧凑。 我们选取了六组复兴号车组计划担当广深港交路。 针对这六个车组我们开展整修一列合格一列的原则,高标准完成整修作业, 确保香港旅客以及广深港之间这些旅客乘坐的舒适性。 这一列广深港高铁复兴号列车,今晚会在检修库接受一级检修。 四名工作人员要花上两个半小时来完成这项工作。 首先是两名工作人员从列车两侧的走行部开始检查,每个部位都要仔细查看。 接着,车内检查由一名工作人员负责,每节车厢,每个座位,甚至每个挂钩,餐车的电茶炉,出水口等等都不放过。 因为直接关系到旅客乘坐舒适性,这个部分的检查很繁琐,但工作人员细致如微。 除了细致如微,还要面面俱到。 轨道之下,长长的车沟也要走一遍。 工作人员手里的手电筒既有照明的作用,同时还有摄像头在上面。 检查到的每一处也会有影像记录下来。 每一处的检查,既靠眼力,也有科技加持。 车足轮队,牵引电机,齿轮箱等部件都是检查的重点。 整个转眼架最重要的东西,就是轮队。 主要检查就是它的,它面上面的,看有没有割伤,烙伤一些伤痕。 空气弹簧,属于车体与转眼架之间的连接。 然后我们检查,主要它是确保它没有裂纹,没有骨炮之类。 然后它的作用就是主要调整,调整那个车体的左右平衡。 走完车沟,还上车顶。 在列车断电之后,工作人员上到车顶。 这里有车组收电工,避雷器等高压设备。 我们作业者现在在开展这个车顶的收电工检查, 现在在开展这个简陋。 重点对车顶这碳滑板,以及碳滑板这相应的空气管路进行检查, 看有没有破损,或者有没有漏风漏气这样的一种情况。 确保这个车组这个收电工,状态是好的。 现在作业者对这个碳滑板的状态进行检查。 检查这个碳滑板的厚度是否符合要求。 碳滑板是否有裂纹,磨耗是否异常。 主要检查这些重点。 我们正常的一个作业小组四个人,一天晚上要检查,要检修四个标准组这样的车辆。 平均这个每个作业者呀,一个车按照200,203米或者209米这样来算的话, 来回的走,一晚上仅仅要走四到五公里这个样子。 据介绍,列车每行驶8000公里后,便会接受一次一级检修,而当行程每次达到3万公里后,就会接受更加细致的二级检修。 而除了检修以外,为了即将到来的广深港高铁福田至香港西九龙段逐步恢复运营,广州南动车运用所也已经提前开展相关的试运行工作。 为了确保广深港这个再次开行,我们从8号就安排随车介绍,安排这个车组开展这个试运行工作,持续开展了五天, 每天都是保证这个车组正常的,按照后续开行这个交路正常的再跑,不载客。 整个五天啊,我们这个运行,车组运行是正常的,我们能够也有信心在这个广深港再次开通,承担这个车组运行这个任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